这一题我觉得考到机会也还蛮大 主要就是第一个 它需要我们做出来是什么 当然这边有一些叙述 大家看一下 三乘三的一个数字矩阵 然后当然这个总共一到九 那一到九呢 你必须要乱数让它排列 所以三乘三这样子 但是呢我需要得到的结果就是说 无论横向的 比如说二九四 横向的部分加起来都要15 纵向的加起来也要15 斜边的加起来也要15 那我要取得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矩阵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变成说我必须要 让它可以跑出来 那当然数字一定是一到九 刚好九个数字 九个数字分别填到 那个需要的格子里面去 那它就会自动 帮我输出的结果全部加起来 一定要是15 这个答案才是对的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能够拿到分数 反正你输出的时候 看到的横向 纵向 它看一下加起来全部都是15 那就表示你是对的 那里面的话它说呢 矩阵内的数字 皆不能重复出现 也就是一到九 你不能说我这边摆一个九 那边又摆一个九 那不行 那每一次 就是每一次呢 它出现的皆不同 你不能说 你预先已经看到了 那你输出的就把它先排好 不行 你每次输出呢 一定要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乱数 那如果乱数决定的话 那你要想到跟那个上礼拜讲的 有一个叫Mass.Rundum 的那个方法 Mass.Rundum 让它乱数跑 就是说呢 位置一定是不固定的 让它乱数跑 但是结果一定要相加起来 每一边都是15 这个一定是必要的 然后呢 这个 所以说这边有个纵向 横向 纵向三 横向三 对角线2 有两边嘛 所以八个 接要15 那最后一样 那你将来如果考试的话 第一类是JVA01 他会有要你给他一个名称 你名称记得跟他一样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练习不能每一次都01 因为每一次都01的话名称会重复 所以我这边叫JVA 也许叫JVA 或者JVD 104好了 所以呢 一样 请各位产生一个 我们在Eclipse里面 将来你也是一样 在我们的这个source底下 SRC底下 这个套件底下 你也许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class 这个class名称的话 当然将来考试的时候 你是叫他的 JVD01 不过每一次都 JVA01 那我们因为 如果每一次都一样会出错 所以我们干脆叫JV JVD104好了 那一样呢 请他帮我产生一个什么man 这个地方产生一个man 这个时候按finish 他会帮我产生一个 JVD104 好吧 finish OK 那里面的话到底要怎么撰写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我把最后完成的 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我最后完成的 那基本上执行过 答案为有没有 这个地方呢 横向你可以发现 加起来一定都是15 纵向加起来也是15 而且不论 那边底下会显示跟他一样 不论纵向横向对角 而且数字皆为15 这就是他要的 那里面大概是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基本的逻辑 分成123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呢 我先产生一个A 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的话呢 当然是0到9 不过会有10个数字 但是我里面没有用到 我主要是用到1到9 所以他的位置 在阵列里面的位置 刚好就是1到9 另外的话 宣告一个多一个pooling 这个pooling主要是判断说 到底我这八个情况呢 是不是有发生 如果有发生就为触 如果没有发生就为false 那也就是说 预设值为触的时候 他就会继续比对 那第一个我做什么呢 就是将阵列先打乱 因为呢 我的位置一定是不能固定 所以要把它打乱 那要怎么打乱呢 就这一段 OK 那你们可以想想看 要怎么样把阵列打乱 把这个0到 1到9 随便放 那随便放的方法很多啦 不过关键就是 max点论等 你要怎么样 利用那个max点论等 让他随便放位置 那我想的一个方式就是 跑个回圈 让他随便放位置 产生一个位置给他 请他去跟那个位置交换 有点像大风吹 吹一下吹一下 那最后每个位置都换掉了 换掉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 再来把八个状况 全部加起来看看 如果这八个状况的 这边再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八个状况 乱对调对调完之后呢 这八个状况呢 其中有一个为处 就是加起来 反正只要 跟正一下 应该是 所有的情况都要发生 就是说呢 八个 横向纵向对角线 都等于失误的时候 那我就去变更那个 booling这个值 这个booling的开关 我就把它改成false 然后他就不会再继续跑回圈了 也就是表示什么 我现在跑出来这个乱数 刚刚好符合我的需求 不过这个可能会跑几万次 这个跑非常多 但因为现在的CPU速度太快了 你根本没感觉 大概在零点零几秒 就已经完成这件事 那最后的话 把这个结果输出 就是把这个答案为 有没有 先把1 1的话指的是第一个位置 1到9 全部输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答案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那请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等一下细节部分 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 104的这个题目 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呢 也试着做做看 就是说第一个先产生一个 JVD104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刚刚做的是 有三个流程 第一个 产生一个阵列 那我是0到9 然后这个阵列里面 我会用的是 1到9的那个位置 第二个是怎么样 就是我要把它位置 从全部对掉 所以对掉这部分 成是什么 OK 能不能让它乱出去 去跑 那第二 再来就是 一是全部打散 二的话就是说呢 我要比对一下 这个八个状况 是不是吻合 吻合之后的话 那我这个下面这个回圈 就不要继续跑了 第三个就是把我这个 这个矩阵 输出到画面上面去 把它print out 把print出去 print line出去 让这个画面上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答案为 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东西 OK 各位思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产生一个阵列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阵列里面 0是用不到的 所以位置的话 刚好是1到9 所以A1刚好就1 A2刚好就2 一之类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会有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队度是 决定它要不要 就是跳离这个回圈 所以预设值是 进入回圈 就是处 也就是说 如果说 它第一次 当然一定会先跑 那我们再来就什么 将阵列打乱 因为呢 位置预设是 1到9 那不可以 当然你1到9 这样放一定是不会是符合我们要的 就是8个方向都是这个15 加起来就是15 所以我需要做什么 打乱 那打乱怎么打乱 这边我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一样是跑回圈 4 然后出子值为1 到9 加加 那做什么事呢 就是用乱数去跑出一个1 加1的话 就是从1开始 然后呢 到9 这个MathRainan上礼拜讲过了 它一定是0到小 不会是等于1 是小1 0.999 然后呢 我们再用那个整数取得整 所以它应该会跑到 跑出0到8 那我加1的话 就变成1到9 1到9是什么呢 跑一个J 跑出一个J 这个J到底是什么用途的 J的话就是说呢 我要先取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做什么呢 我就先把这个 这个第一个先跑 这个把第一个 第一个AI 1的位置 假设这个地方 我把1先放在TEMP里面 第一个位置 我要把它 随便再把它 放另外一个数字进来 就是说我随便再放 所以把第一个 1的部分呢 先放在TEMP里面 然后再把我跑出来的这个J H我跑出来就5好了 那5的这个数字 放在1 所以 我就把5 放在1 那1怎么办呢 1再把它放在5的位置 这两个对调就对了 那这个数字是随机的 也就是说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让它随便 每一次都可以随便跑 因为这个MATCH.RENDON的位置 一定每一次跑出来的 都不会是固定的 所以它会每一次每一次交换 那总共呢 会交换9次 交换9次之后的话呢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TEMP是先把1放进来 如果5 那就再把这个5放进那个1 然后再把原来的1怎么样 放回5的位置 就交换的意思 所以这个同学可能要稍微 如果你比较不清楚的同学 你可以用中断点 我上个礼拜讲过了 你可以在那边设个中断点 用那个除错模式 凑重模式 慢慢去看 它那个变数会告诉你 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 最后呢 位置全部改了之后呢 那我们怎么样呢 再把它的8个方向 1 2 3 4 5 6 7 8 9 这个是横向的 好 然后呢 再 再来就是说呢 纵向的 斜边的 全部都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呢 丢到一个变数里面去 然后呢 再判断说呢 它将加 这就是结果是不是15 如果是15 而且 and 第二种状况 第三种 总共8种状况呢 全部 假如啦 所以你可能会跑个 几万次 最后的结果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是我们要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把这个开关 这个booling给关掉了 不要再继续往下 因为已经符合我们要的 那把它关掉之后的话 它就怎么样呢 跳里回圈了 所以呢 输出答案 用print line LN 然后呢 答案为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哦 输出的结果 你要符合 因为程式要的 看到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将来 请各位务必 把这个最后的结果 其实你要 能够拿到满分 很简单 你就看一下这上面 答案为 冒号 如果将来 这个冒号是半形 你就用半形 如果是全形 就全形 反正就长得跟它 一模一样就对了 它要什么 你给什么 就会是最高的分数了 然后呢 中间的话呢 会有空白 那你就空白 空白两个 你就空白两个 空白一个 你就空白一个 如果看不清楚 你最后比对一下 反正就做得跟它 几乎一模一样 就OK了 然后另外 不论横向 纵向 其对角线 加起来 这核 都是空一格 15 那如果说 长这样子 你就给它 长这样子 如果 插一个字 尽量就是 不要不一样 就对了 插一个字 可能会被扣个分数 OK 那最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结果 给输出 假如说呢 直接输出的结果 OK 好 看到的结果是 跟 你就把那个 最后的四题券 比对一下 哎 长得是一模一样 虽然位置不同 但是一样 那就表示 你这个拿到满分了 OK 那这样子 因为一类 一体50分 那你这个就50分了 那另外一体 你只要不要说 做得太错误的话 完全错误 那你应该再拿个20分 你70分就通过了 OK 但你说70分 跟100分 要怎么差别 当然成绩不一样 不过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都是一张正照 但是如果你是拿69分 跟70分 那就是不一样 就是没有一个 当然69分 就是差一分的话 就是没有正照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 除了用这种写法之外 你们应该也可以试试看 那我试了非常多种方法 其他可能比较高阶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Java的程度 到底到哪里了 其实你甚至可以用什么 用范形物件来做 增加一个什么 Arelist 那Arelist 你可以新增你要的 然后最后再用 Collection里面的什么 这个Suffer 它也可以怎么 帮你把这个 这个List 把它做打散的动作 一样 反正逻辑都一样 你打散了之后 再一样 还是必须要比对 比对之后的结果 反正如果是符合 我们要的相加等于15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结果输出就可以 所以如果我用第二种方法 用Arelist 然后再用Collection里面的Suffer 然后直接输出结果也会一样 但是你想说这两种方法 它结果一模一样 可是 那为什么有哪一个比较OK呢 其实如果你比较它的速度的话 你会发现第二种方法 一定会比较快 快多少 大概是快 可能是千分之一秒左右吧 不过这一题来看 甚至百万分之一秒 那其实说真的 对一般来说是没感觉 不过呢 如果说你今天资料量非常大 可能是几亿笔啊 或者是几十亿笔的话 那就会有差别 可是如果说像 你的资料没有那么大 说真的 你哪一种方法 其实都差不多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有感觉的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参考答案呢 在云端上都有 请各位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